1点59分的时候 在台北市北投区 发生了一个规模5.77的地震 这个地震的深度很深 达到140公里 41年来台北市区最大地震 北投发生规模5.7强震 周三下午地牛翻身 北市北投区很见出现有感地震 瑞士规模达5.7 是1977年至今 41年以来台北市规模最大的地震 上一次最接近这个地区 是在2015年的11月12号 应该是在台北跟新北市的交界处 这个地方发生过规模4.6的地震 整个被台湾都能感受到明显摇晃 先是上下震动再来左右摇动 各地最大震度包括北市新一区 新北市宜兰市三级 根据中央气象局观测资料显示 台北市区三级震度摇晃时间约1.98秒 大台北地区的民众都收到官方的简讯通知 气象局分析 这起地震深度达140公里 属于深层地震 台湾北部地区 事实上是菲律宾海板块 跟欧亚大陆板块 雨墨带的西元 它事实上是雨墨带造成的地震 它会这么深 由于前几天传出七星山冒白烟 这起地震出现让外界联想是否与大屯火山活动有关 不过气象局和经济部地址调查所都表示 大屯火山沿江活动约在地表下20公里左右 这起地震深度达140公里 两者应该无关 我想民众应该不需要针对这点做过多的联想 因为它跟火山的合作目前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起地震并未在北市传出灾情 北界与高铁都正常营运 三座核电厂及电力设备也都正常 仅台铁大里到宜兰因减速稍有延误 而在阳明山当地的泉源里 湖山里及湖田里里长 都说感觉地震摇晃并不大 并不会担心是火山活动 前阵子冒烟的喷气孔并没有再次喷烟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